开工第一天台中市长卢秀苑到还没开学的校园视察 学生还没开学看什么 他来看开学前的环境清洁消毒重点 以及学校的防疫物资整备情况 保健室空间还一分为二 110学年度的第二学期 在几天后开学 因为考量春节期间人口跨线是移动 加上国小学童们没有打新冠疫苗 市府环保局2月7号开始 针对校园市外公共区域大范围消毒 这个礼拜台中市政府很大的心力 就是我们各级学校470个场点 一定要把它做好消毒 因此我要拜托市民朋友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号 校园不开放 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清销 请大家多多的包涵 这个星期是开学整备周 教育局说 开学后学校大型集会 像是开学典礼跟招会 将以视讯广播或书面等多元方式进行 避免大型集会 学童们上课也要佩戴口罩 午餐吃饭使用隔板 11号正式开学 虽然目前台中市疫情稳定 但防疫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TVBS新闻 吕正成红彩的台中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